大家好,2021年2月17日第二部视频 今天蚂蚁集团又上了头条 怎么回事呢,是华尔街发了一篇长文 深刻介绍或者是揭露了一下这个马云的蚂蚁集团 与中国高级权贵的这种勾结 也掀开了他的背后持股 以及习近平对蚂蚁集团痛下杀手的原因 其实呢,说复杂也复杂 这毕竟是一篇长文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搜一下 我把这个脉络大体给大家一起聊一下 大概是在两个月之前吧 就是蚂蚁集团忽然被叫停 当时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教廷以及 后面发生的香港那个前锋雷被砍事件 就是表明了背后习近平对过去以老以少 还既有的这些超级权贵们 进行权力争夺 以利益争夺的这么一场斗争 这就是蚂蚁集团叫停和当时的前锋雷被砍事件 的真实背景 和背后的故事 现在呢,有这个华尔街日报 来把这个文章揭示一下 我们可能能 能从一个更正规的一个媒体吧 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和那一期节目有点类似 说几个重点 就是像习近平呢 所说 当时他在接任主席的时候 刚刚接任主席的时候 对200名左右高官 进行会谈的时候 说你们呀 这些人啊 不是死在这个酒桌上 就是死在这个床上 就说是都是一些贪图享受 贪图权贵 这么一些消消之辈 他自己呢 其实习近平也是如此 并不是说习近平 自己就不爱喝茅台 他据说酒量还不小 在福建的时候 当政的时候 他就有通过这个福建 福建浙江省政府的名义 在茅台集团有给他个人 专门订雇的专攻的茅台酒 外出的时候 都有秘书带着他专攻的酒 供他享用 你要说这个床地上呢 也不例外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的最著名的一个情人 孟雪 是还替他生了一个私生子 至于其他的情人 也有一些传说 那个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香港 当时 这个书店老板这个事情 有一些 登了一个杂志 野史 有这么一本小书 也做了一些这种 介绍或者是讽刺 其实呢 网络资讯非常发达 大家自己也可以搜一些 据说他的私生子也不止一名 当然比不上那个百世明的 这个 这种 程度这么大 还是相对来说专情一些 那他说这些话 好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确实他可能也在某种意义上 是一名理想主义者 但是呢 理想主义者看你为了什么理想 最终呢 利益诉求点归结在哪里 他的这个理想呢 最终的这个诉求点呢 是为了维护中共的这个 红色江山 为了维护 这些家庭的这个超级利益 他们说白了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现在呢 掌舵手呢 是还是这种传承下来的 这一代 红二代的这么一个掌舵手 他就是那么一个角色 当然他自己还有一些私心 他认为自己能力超群 虽然小学毕业呢 但毕竟是博士吧 他希望呢 自己能够多干些年 有自己的这个鸿图伟业 向天再建五百年 希望能够 在他手里呢 取得丰功伟绩 最好是能 一千年一万年的活下去 能够在历史上 留下浓重的一笔 但是呢 这种统治者 这种独裁者 历朝的这种皇权 皇位的这种当政者 所梦想的 长生不老 千秋万代 这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也是如此 他除了这个 对这个权力的迷恋之外 对高官的那种警示 也就是说是 像床蹄之花啊 酒肉之乐啊 他也是凡夫私子一名 也并没有自己真正的那种 所谓的崇高的理想 他的那种理想呢 只是停留在一种 冯建王朝的这种帝王 将相的这种 一个概念之上 也不过如此 当然他希望呢 他的江山 最好是这个红二代美 这个下一代的江山 最好按照传说是 他也要传给他的女儿 最好是能长在 他这个习世家族之内 我估计 这也是他自己偶尔的一想 或者这也是一种野史罢了 这是基本不可能的 一种事情 不忘初心 这是习近平经常挂在嘴上的 但是他自己也忘了初心 偶尔能够还记起了当时 这种理想主义的这种想法啊 就是还希望能够有一个 丰功伟绩啊 尚对得起他的红色祖宗啊 下面呢 也能为这个百姓呢 就是创造一点福利啊 对他呢 进行各功颂德 但是呢 他的个初心呢 经常是在这种权力斗争和利益纷争之中 早就忘得是干干净净了 那我们跳回来 再说一下这个权力和利益之争的典型代表 这个蚂蚁集团这个事情 蚂蚁集团呢 还有这个阿里巴巴呢 他就是开始 马云就是做的一个剽窃的美国 叫做亚马逊的这么一个网络购物网站 后来呢 又结合一些即时通讯软件和一些交易软件 不断的剽窃 不断的切合到这个阿里系里面 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 所谓的高科技独创并没有 只不过这些剽窃 切合起来的这个产品呢 适应中国这个 经济发展 适合中国的这个假冒伪劣商品 在网上销售的这么一个 一个环境罢了 他最重要的之所以能成功呢 就是取得了很多的 国家 也就是说是中共 只有授权国有企业才能干的一些事情 取得了一些国有企业才有的这种垄断的权利 像开办网上银行 网上支付 网上这种集资啊 这个进行存款和贷款啊 还有利用杠杆啊 进行支付啊 以及 这个掌握 网络购买人 消费者 还有即时通讯的这些 私人的这些软件 同而掌握的个人信息啊 这没有权利 同意 他都是没法涉及 或者是 只能止步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怎么能取得这些权利呢 呃 以前讲过 他的 通过五花八门的各种持股 让江志成 江泽民的孙子啊 还有那个 呃 曾庆红的子弟 刘云山的儿子 还有陈云 等等等等 这些 超级元老的子弟啊 都获得了重大的参股和利益 当然里面有很多这个操作手法啊 就是各种交叉持股啊 各种影子啊 手套啊 呃 闪现其中 呃 除了他们之外呢 那个 大领导们啊 这个 这个退位的皇上啊 王爷们都那个 已经持股了 都已经取得利益了 这个与陆军瞻啊 呃 当时在 江泽民 当政的时候 底下的这些臣子们 呃 也都跃跃一试 包括胡锦涛当政的时候 这些 政治局委员们 还有 也就刚才说的 江泽民实习那些政局委员们 还有很多这个地方大佬 省部级官员们 也都流着口水 他们很明白 百姓可能看不透 他们很明白 这个股权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马云能干一些 这种这种样的这个生意 这都是过去 只有国家垄断权力才可以燃脂的领域 马云为什么能可以 呃 一大眼 一看 谁来站台 谁是谁的儿子 谁是谁的女婿 呃 都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们也是口水大流 也希望能参与 然后呢 超级权贵呢 本着雨露均沾 呃 还是很大方的 基本上呢 都是大开绿灯 所以这些人呢 甚至主动给他们 给他们都留出了一些 这个股份的一些 这个 参与空间 马云呢 也是希望能把这些权贵 尽可能多的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呃 哪怕最后自己干着干着 嗯 终于从这个创始人和企业的所有者 慢慢的沦落成了一个 超级权力 寻俗的代言人 从董事长变成了这家饭馆的 这个 从这家饭馆的老板 董事长变成了这家饭馆的 总经理大唐经理 他也在所不惜 或者说是 身不由己 呃 据传说这个 在江泽民那一朝和胡锦涛那一朝 90% 这个数据只是一个江湖传言哈 但江湖传言很多都是准的 据说90%的中央常委 好几百个 上百个常委呢 先言后后 这几百个常委 的90% 在阿里系 都有持股 或者都有利益勾结 那你想想吧 这个阿里 还有后来的这个 蚂蚁 它背后的势力到底有多强 它 某种意义上就是 红色权力集团 把国有权力 进行 集中 巡租 兑现 买卖的 一个 总出口 这个事情 非常的 大 影响面也非常的广 和过去的利益集团 勾结的也很深 习呢 上台之后呢 先是 装了一段时间的分子 然后呢 又通过这个 反腐畅年 后来的扫黑除恶 从上到下 把这个 政治势力 进行了 清算 更换 对 基层的这种 基层的这种 执政能力 也进行了 大面积的换血 这两个行为呢 第一不是为了 真的反弹 为了民众 第二呢 真的不是为了 这个 去除黑恶 黑恶呢 没有共产党 官员在背后站台 哪一个黑恶 也待不了三天 这个能和警察对抗吗 中国又不是可以 持枪的社会 就是通过这两个行为 来收集他的权利 和个人影响力 这些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个过去 所能忍的超级权贵们 他的利益 他们既有的 还存在的利益 就已经成为 摆在习近平跟前 需要处理的问题 也是习近平 最终要争夺的 中心目标 权利和利益 所以马云再上市 让这个超级权贵们 通过蚂蚁集团 再进行一次 非常凶狠的分赃 甚至是狠狠的 在习市 这个江山上 再捞一块大肉 这种已经是习近平 所不能隆忍的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既然不能隆忍 也到了该翻脸的时候 习近平就掀桌子 上的菜你们吃的差不多了 该我吃点了 而且以后这个做什么菜 不做什么菜 怎么定价 这个晚上结账的时候 我拿多少 这些都得好好谈一谈 掀完了桌子 进行了背后的博弈 马云呢 就是一个掌柜的 现在他呢 就是限制人身自由 限制经济自由 所以不仅是他的 整个的阿里系 都处在这种 严密的监控和封锁 把持之中 想动一点钱 不经过这个顶上的 这个我们假设认为 有这么一个处理小组吧 不经过这个处理小组的同意 是不可能的 那么做节目也说 马云在香港 三千万的这个装修款 都付不出来 不是付不出来 而是现在小组 把所有的资金都给冻结了 一切都不准付 并不是他掏不起这个钱 只有当这个背后的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 所有的权贵 按照新的习事的这个 重新的利益划分 结束 双方之间对权利和利益 进行充分交换 勾兑 妥协 同意之后 阿里谢 才会 按照这种新的权利利益交换 再进行 股权和背后的这个 持股人的这种 再变化 然后这个步 再做完 马云 实时务的马云 才会跳出来 按照主子们的意愿 再撑一段时间 再做一段时间的戏 当一段时间的傀儡 然后呢 他做的好 最后呢 会留点钱 全身而退 做的不好呢 那可能就是 哪天就是 莫名其妙的 不一定在哪里包庇 实在不行的 也可以按一个罪名 到监狱里 聊此余生 当然 留下一条命 以马云的这个聪明镜 这个多年和官商勾结的 这种感知与把握 这个能力 他还是有的 估计 大家也不必 替他操心 他也不是什么 民营企业家 在这个罪恶的土地上 长成这么一棵大树 他身上的罪恶 黑眼少不了 有的时候 可能是他主动出击勾结 有的时候 也是身不由己 由不得 由不得他 说三道四 这就是 华尔街 这么一篇长文 给大家揭示出来的 也是 在 过去 我所掌握的资料上 简单的 给大家再聊一下 这其中 很涉及的很多方面 展开都有 很多故事可拉 甚至有很多 这个花边新闻啊 野史啊 谣传啊 吊人胃口的故事 很多很多 其实也没什么大意思 大家主要知道的 就是一点 蚂蚁 集团 阿里巴巴 之所以能取得 今天的成就 就是与 既有的 过去的 江泽民 胡锦涛 还有 所有的红色权贵 勾结的一种结果 第二 习近平 先判他 就是为了 争权夺利 要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习近平的这个分配呢 也不全是为了国家 很多呢 都是为了 他的政权委定 为了他的习世江山 同时呢 也为了他自己这个 家族利益 还有这个 习派人马 也得跟着 这个 取一杯羹 其他的 没什么 可谈了 就是未来的方向嘛 那蚂蚁肯定是 还有红 还有过去的 红色遗老遗少呢 肯定 会按照习的这种 部署 做一番挣扎之后 进行妥协 因为江 毕竟已经 这种垂死之人 他的孙子 这个 还有老部下们 叫家族们 也只是 借他的余音 能够取得一些利益 给他面子 但是你要说 真是做这种 大的斗争 他还真没有那种资本 温 胡 那也更不用说了 温是闭着眼睛 捞钱 超级 超级引力 他在 里面涉及也不少 这个胡 基本上 还是相对来说 在这里面 算是 算是相对 清廉和低调的 关键是因为 他自己的视力也小 他说了也不算 好了 给大家聊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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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